在这要进入正式主题之前呢 我在这里啊 这有一封信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兄弟写的信 写的是浪记起 我不知道浪记是谁啊 就毕竟呢 我小雨学上一枚啊 这个浪记起 但是呢 他又寄到我办公室来了 我就我就帮这位叫浪记的人呢 给他清洗一下 那么这个文章呢 我给大家来练一下 我给大家练一下啊 这写的啊 我给大家来练一下 大家可以听一下 他说浪哥你好 我想借这封信向你和你的团队 表示感谢与崇拜 我觉得感谢可以崇拜大可不必啊 都被键盘干成这样子 还崇拜大可不必 虽然可能对于你和你的兄弟们 也包括我 认为这个购买课程 对我的帮助呢 更为实际 但是我是一位普通的大学在校学生 实在无法 这个拿出钱来支持你们 所以说喜欢谅解 我觉得一来点击民主题 就我当一个白票少年 我就是OK的 对吧 自然 但是呢 你用这种这种信件来告诉我 我觉得很 还是很不错 字也写得好 一定可以成功 对兄弟啊 我是从油管上偶然看到你们的视频 之前呢 这个对恋爱学有些了解 在外界都将这个把魅学传到妖默化时 我接触到了你的课程内容 因为油管上有你们的视频 也有对事件经过的解释与描述 我看到了一个经历了风雨 却依旧坚持在做自己的男人 你依旧在传递正确的信念与价值观 这是我所 尊重与崇敬的 尊重就大可不必 尊重我又没有 我又不是老年人 别尊重我 当然了 我也看到了一些 我觉得美中不足的地方 但这些并不影响你的高大形象 我哪里美中不足 你要点出来啊 对不对 我才好改正 如果你是如同在直播视频中那样真实的话 那可以说你是我最崇敬的人了吧 什么意思 你在怀疑我在直播和视频中 我是在假装自己很真实吗 那你可以来线下看一下 更真实的来让你无以言表 然后呢 他说 你的态度与价值观是十分正确与正能量的 但外界或许会因你的行为而不解 我写这些并不是 并不是仅想说鼓吹你 同时也希望你能够坚持与正常 把这些事业做得更好 做得更让 做得能让更多的人对人生恋爱有正确的认识 这个兄弟呢 我觉得可以的 这个如果冒犯 望着非博的地方请见谅 你并没有 你并没有任何的冒犯 这个兄弟呢 他就写了一封这样的信 但是这个信呢 其实呢 一言两语就已经说完了 我想练的是 他今天他还给我附了一首诗 这个兄弟说小学生文采 我觉得 无论他是小学生还是中学生 还是大学生的文采 他在真实的表达自己的感情 我觉得这个就很让人OK的 你就算是大学生 你写些交柔造作之文 也是看之想吐 知道吧 就算你是个小学生 你言语中散发出争执 那么也会打动人 对吧 这个社会是这样子 这个人生 这个世界是这样子的 只有最真的 最诚的才能打动人 对吧 你的尺掌在浮华 你内心不真诚 那么也是只能引人笑话 我想说的是这首这首诗 这首兄弟呢 除了除了这个 除了这个 搞写了一篇文章呢 他还写了这首诗 这首诗呢 我给大家练一下 那么我为什么今天要给大家讲呢 就是还是 这个这首诗呢 让我这个很感动 他说我在这里一定要给你们练一下这首诗 三高路远 汪国珍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以为这首诗的这个标题叫做汪国珍 在这里 结果他的标题叫三高路远 其实呢 你大可不必把汪国珍写在前面 三高路远 我给大家练一下这首诗 呼喊是爆发的沉默 沉默是物生 沉默是无声的召唤 错了啊 这个一来这句话就错了 沉默是死亡的前奏 我沉默了三年 对吧 在任何的这些媒体上也好 都没有我的声音 久而久之 他妈不在 兄弟们不找我报名了 去找键盘了 所以说呢 沉默是死亡的前奏 好吧 这个一定要改一下 呼喊是爆发的沉默 沉默是死亡的前奏 不论积月还是临近 我祈求只要不是平淡 我觉得写得很好 死也要轰轰烈烈的死 如果远方呼喊我 我就走向远方 如果大山召唤我 我就走向大山 这个诗就写得很垃圾了 远方呼喊你 你就去远方大山呼喊你 你就去大山 说明什么呢 说明你就是一个骑墙派 知道吧 墙头朝两边倒 哪里有钱 你去哪里 应该说只要坚定了你的梦想 无论远方呼喊你 呼喊我 还是大山召唤我 我都会朝着我的梦想 坚定不移的前行 对吧 这叫做汪国珍写的三高路远一来 一看就知道没有经历过真正的人生 但是呢 下面的这一段第三段 我觉得还可以 双脚磨破 干脆再让夕阳涂抹小路 双手划烂 索性就让荆棘变成杜鹃 没有比较更长的路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最后两句是我觉得点睛之笔 没有比较更长的路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双脚磨破 你不能说是干脆再让夕阳涂抹小路 错了 你双脚磨破 你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没有穿鞋 所以双脚磨破 我就穿上Air Force One 双手划烂 大家索性就让荆棘变成杜鹃 那也错了 双手划烂 我就戴上赛车手套 知道吧 一定要聪明 一定要变通 你不要愣头青 你看这些诗人 他之所以只能写诗 因为对社会对这个人生 他没有深刻认识 知道吧 这个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今天呢 给大家念念这个兄弟的这份 这份这个信件 也是OK 也是OK 这个兄弟说 情书都来了 并不是情书 这是兄弟呢 写的这个一封信 写的很不错 这兄弟说 曹子 曹子和曹批 最后谁打动了曹操 我不知道 有没有人来点评了 兄弟们 我们的朋友圈 又安排起来 好不好 又来安排起来 我已经在家里了 OK的 你今天在温江没回去 以前开发你也看得到 但是容易拖累 我没去 我没去 文杰来 今天在公司写剧本 现在是里面的一种 格型 格型 好 OK 好 我断句 好 现在是用理论对 好 对兄弟说 招你怎么赚钱 这大可不必 今天直播的主题还是很简单 就是你们把你们的两天记录 和你们的照片 拿上来点评 好不好 这兄弟说 不得不说 我的展示面 确实是正能量体现 是这样子的 也不是有才华照人记恨 而是有才华却不低调 实财傲物 才招人记恨 知道吧 好 这兄弟说 这个你喜欢我六年 从大约到现在 那你这个谈恋爱没有 这兄弟说 他说对美发行业的看法 美发行业我有什么看法呢 我又不是一个行业的 这要说你说 怎样挽回才更有胜算 这个问题就问得很傻逼 就是我举个例子 你这个问题就犹如怎么样抢银行 才可以更稳当 首先呢 抢银行这件事情就是错的 所以要挽回这样事情就是伪命题 只有傻叉骗子才会让你挽回 对吧 因为感情这个问题呢 它其实很简单 你为什么会分手呢 是因为大家觉得不合适 所以本来这个分手 就是你在感情中的必经之路 那为什么你不愿意分呢 是因为你觉得挺合适的 对吧 你忽略了别人的看法 对吧 你忽略了别人的看法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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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最后兄弟说 罗宾的展示面为什么那么受欢迎 OK的 那么我要不要给大家点评一下 罗宾的展示面为什么那么受欢迎 好吧 我先给大家来研究一下 罗宾的展示面为什么那么受欢迎 好吧 在这里给大家来点评一下 这就是罗宾的展示面 那么为什么那么受欢迎的 其实首先你一定要记住一点 我们要把罗宾的展示面和他的女娃 和他的女娃要交相辉应 为什么 因为他的展示面只适合他所在的女娃 好吧 就是如果他的展示面里面的这些女生 不是这些蹦迪选手 也不是这种电影节的这种渣女 也不是这种社交软件的这种无聊女子 他如果是能好好读书的 或者说正能量少女 比如说好好谈恋爱的那种 那么他的展示面就大可不必这样子弄 但是他的展示面对所有女生是有吸引力的 知道吧 他的展示面对所有女生是有吸引力的 很多兄弟说 罗宾他不用发什么照片 对 因为他在这里直接一个照片墙 四四十六十六张已经足够了 第一张是兵力 第二张旅游 第三张四成四 第四张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第五张在海边 第六张健身房 第七张滑雪 第八张高尔夫 第九张敞逢911 第十张又去旅游了 十一张香港夜景 十二张开飞机 十三张帅气背影 十四张爱护小动物 十五张游泳 十六张又去八五七 你看一下他的十六张照片 行行色色 生活精彩多姿 我就这样子告诉大家 看似是十六张照片 但是你看一下兄弟们 你如果想去拍这十六张照片 你要花多久时间 我就问你个问题 对吧 这个是他的经历 知道吧 这个是他给女人的一来的感觉 就光是你去做假 我就不用说是你去认识认识拍了 你去做假 做这十六张照片的假成本也非常高 对吧 你想一下那种去拍那种傻逼的那种组团的那种照片的男的 他肯定他就拍不了这些照片 首先呢 就算做假 这个对于一般的男的正做这种假成本也太高了 所以说女生呢 自然就不会觉得他是那种傻逼做假的 对吧 比如像这种 你得去还要去搞一个滑雪板啊 你还要去这些 反正比较难 知道吧 就你要是这样的 兄弟们 你现在你想要撩闷 你一定要先把自己跟那些做假的那种傻逼poa给区分开 知道吧 像那种20块钱就可以拍个下午茶的 你就别去拍了 你看这里有下午茶吗 没有 说到你想要脱颖而出 想要更吸引女生 你首先不要跟这些傻逼poa做一样的事情 就是他去下午茶 去主团拍20块的照片 你就别拍了 知道吧 你得搞点他们没有的东西 所以说呢 让你的竞争壁垒变高 懂我意思吧 这个兄弟说 这个让你的竞争壁垒变高 然后呢 来了 一瓶建南村 两瓶这个长蒜 实际上一个人东西很切 就是两个小时的摇摇又摇摇做了 在这里呢 又给他一个可得性 那意思是我冬至我他妈一个人过 知道吧 那我评论一下你妈的吃毒食吃毒食不叫我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吃毒食不叫我什么意思 这个就很舒适 这就很舒适 这这兄弟呢 刚刚看到这个他上面好像之前还有一只猫的站了 这个猫瞬间没有了 这个就让人感觉到很恐怖 可能这个人在听我直播 在暗中观察偷我朋友圈 知道吧 甚至做了一样的头像 结果呢他没有了 我今天晚上回去把所有的用我的头像的 用这些猫的头像偷我照片的人全部删了 知道吧 全部删了 免得这帮傻逼来在这里搞虚头巴佬之事 这种傻逼 好 那么这个是呢 异曲干场断 天涯何处蜜之音 这个是他在唱歌吗 这个修得来都不像他了 就感觉到怎么这么瘦 这个罗宾导师是著名照片 这个一个窗台 一个外景 这个是渣女最爱的照片 现在渣女们最爱发这样照片的 就是没有自己 他又来去深圳了 又去深圳了健身的 然后又去北京了 又去开飞机了 你看一下 罗宾导师呢 其实呢 他的这个朋友圈呢 还做的还挺好的 自从 自从我们说了他过后 你看他 这朋友圈呢 有一个跟你们与众不同之处 就是你看他的定位 他全国到处跑 对吧 你一会儿又去上海 一会儿又去深圳 一会儿又去北京 一会儿又去这个 又去上海了 又去卸家大院了 我说他吃的好 你妈吃毒 我这吃气方面 快狠 然后就惹你妈的 以后又去长沙了 你看到没有 长沙还去做了一个法拉利 卡尼佛尼亚 这个过得来人模狗样 这个生活过的人模狗样 所以说呢 这个罗宾导师呢 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朋友圈呢 他最主要的不是拍这些照片 他最主要是他的这些定位 全国到处游走 这个就跟很多的傻逼POA不一样 很多傻逼POA在那花里胡哨拍来拍去 永远是在他那个小县城 知道吧 那么像像罗宾导师呢 这种有着全国各地的精彩生活 自然就和这帮傻逼屌丝 还有和这些傻逼POA呢 划清了界限 知道吧 好 所以说呢 女人呢 与其找一个 POA 对吧 还不如找一个像罗宾导师这种 至少比较真实 至少看着呢 就比较舒服的人 你看一下罗宾导师呢 他我的朋友圈比起他的来 就很朴实乌滑了 对吧 你看一下 我今年一年 一年的定位永远是CESC卡金车 啊 永远是CES 永远是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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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没有 永远是成都 我永远是成都 对吧 别人会觉得我是个穷 穷逼啊 就是连出去旅游的钱都没有 啊 所以说呢 这个也是OK的 啊 这个也是OK的啊 所以说呢 罗宾导师呢 在今年一年呢 仍然可以约到这么多女孩子 也是有原因的 啊 特别是他约一些 朴实无华的女孩的时候 女生会觉得他还比较 还比较特别啊 罗宾一米八五啊 你是说反的啊 他可能就一米五八高一点 知道吧 啊 一米六五啊 还一米八五 知道吧 这个兄弟说 凯哥说化身为贱不老气吗 是挺老气的 所以说呢 罗宾导师的朋友圈做的并不好 啊 做的并不好 我没有说 罗宾导师老师的朋友圈做的好啊 我觉得他做的并不好啊 这个其实呢 我们的朋友圈都可以做的更好 但是呢 没有必要 做这么好有什么用呢 对不对 疫情又这么的严重 我现在又不怎么去夜场 对吧 我甚至都不怎么去把妹 不怎么去撩妹 我朋友圈做这么好干嘛呢 徒增烦恼 比如说 今天突然有个女生要来见我 我明天一早要去练卡丁车 怎么办 但是如果我朋友圈搞得很朴实无华 就没有女人找我练卡丁车 没有女生约我了 我可以把整个身心都用来练卡丁车 起步快摘 知道吧起步快摘 好吧 大家有什么问题继续可以问哈 你们有没有有没有点评吗 我来给大家点评一二啊 有没有 啊 我并没看到任何点评啊 啊 这位兄弟说小白没有朋友圈怎么开始啊 那你就先从最基本的自拍开始拍起吧 对吧 拍一些比较帅的自拍啊 讲究一下角度啊这些 比如说就作为小白啊 你先学会这样子的拍照就可以了 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 就要你作为一个小白 你只要 你只要能够拍出这样子的照片 我觉得就可以了 知道吧 就对你没有什么要求 对吧 也不需要摆什么造型 啊 你如果能 你作为小白 如果能够拍出我这样的照片 至少你不会单身了 啊 你可能约着女孩子 呃 谈了恋爱的女生 朴实无华 但是你这样子的话 就没有女生会觉得你是屌丝了 也没有也不会遇到渣女 知道吧 那么我这件衣服呢 多少钱呢 350块 里面这件毛衣呢290块 知道吧 长头发留了大概一年 那你成本非常低的 他没有拍到你的屌丝鞋 我昨天就穿一个这个屌丝鞋 这个拍不到你的鞋 那这个你看 这个是昨天的样子 知道吧 但是呢 我下半身穿了一个棉鞋 哎 看到没有 我穿了个棉鞋 这棉鞋多少钱 这棉鞋35块钱 里面呢 这个棉袜子12块 啊12块 但是你如果你没有钱啊 你就拍一个这样的照片就可以了 其实你只要拍个类似于这样的照片啊 对吧 这个地方呢 戴个帽子更好啊 戴个帽子 这个是我的头啊 戴个帽子的话可能更好 对吧 就你只要能够拍出这样照片 你就ok了啊 其实这个照片并不是很难拍 知道吧 并不是很难拍啊 啊 这个兄弟说 鞋饼重要不 鞋饼非常重要啊 当然了这个是我每天来工作啊 我 来工作我会穿这样鞋 因为暖和啊 是这样子的啊 兄弟们 就是 其实呢 你穿什么衣服啊 保暖 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好不好看啊 就是我出去玩呢 我一般会穿那种 穿着也不暖和也不舒服 但是好看 妹子喜欢的衣服 这个就是跟很多的这个兄弟的不同之处啊 很多兄弟他穿衣服以求求暖和求他妈的不要感冒为主啊 我穿衣服从来不从来不求不求这些啊 因为我知道啊 兼顾不到这个这么多东西啊 这个兄弟说我的袜子十元十双 那你这种人就确实生活太过得太差了 好像你这种就不要谈恋爱了 免得把女人都给耽误了 对吧 别人跟你在一起呢 过这种苦日子 我也大可不必啊 这个兄弟说 罗宾见面不后见往死吗 朋友圈搞老花里胡哨 我问他不根本不会见往死 因为很简单 女生见他虽然说不喜欢 但是我在旁边啊 这叫做得之伤 狮之伤于得之伤于啊 你懂我意思吧 狮之东于得之伤于 就是那女生一见 这个是个照片 但是呢 大可不必啊 他旁边他介绍这位我朋友啊 对不对 就轻松就转移过来过来了 有时候各家的爱情转移 你没听过吗 爱情就转移过来了 你还在那儿花里胡哨 你以为就很多兄弟呢 你以为你们约女生的情况 和我们约女生情况不一样 是一样的吗 并不一样 我们面对的问题 面对的情况 跟大家呢 都是天壤之别 大家所以说呢 你大可不必去看我们的朋友圈 我们的这些照片 我们是怎么去做的 这是你学 你就把你的来发出来 我给你点评 你学习 用你的方式去认识女生就OK了 好吧 这位兄弟说 现在女人都挺能挣钱的 那要看好看的女生 那当然了 随便我告诉你们 随便抓一个好看的网红 现在比我 有钱的多了去了 唱吧 就比如说 我就不用说网红了 我之前在这个某某平台上面的直播 连卖的王呆呆 王呆呆这种啊 我估计一个月赚个两三万三五万 没有他的问题 比我更赚 知道吧 比我更赚 春歌长的帅说 衣服哪个店铺买的 你问微信啊 你加过我微信没有 你问啊 这兄弟说 这个 我告诉你是这样子的 女人只要一没有底线 那他就会有钱 特别是漂亮的女生 只要他没有底线 他就会来钱 知道吧 但是男人不行啊 男人你再没有底线 你只能去做违法乱紧之事 你虽然说赚上钱 你被抓进去 知道吧 男人不行啊 男人必须自私起利 知道吧 所以说呢 这个OK的 这个兄弟说 一群一个月五万不多 这个月入百万才多 这个那你是 你是富豪啊 我就是一个 普世物化少年 我就是路人甲 我就是跟在座各位 一样的普通少年 我并不是什么 什么富豪 一定要记住 我一个月生活 就赚一万块 这样子 我一个月就赚一万块左右 好不好 还欠一屁股债 这个兄弟说 男人有钱会变坏 女人变坏就有钱 艾克斯说的不对 说的不错 说的不错 我认识好多美女真是有钱 很难把 不是这些女人他不是有钱 是他男人有钱 知道吧 一米七能穿我的风格 可以 可以穿我这个风格 这布莱先生说喜欢我呆萌的样子 我哪里呆萌啊 我看起来很机灵 好吧 机灵鬼 小机灵鬼 这女生 这不是女生 这有人问我说 我的手机有多少女生 没有数过 没有数过 这个我的建议是什么的 是不要在那里 一直说我有钱 都穷的不行了 知道吧 你妈的这件衣服的影创 三天了 这要有钱吗 你为什么妈一件衣服三百块 这叫有钱吗 你们真的是对有钱 理解的太那个了 是吧 理解的太不够深刻了 我认识一个女生去杭州做个鼻子六万 这个女的去杭州做个鼻子六万 你觉得她有钱 你错了 她是借的整容带 知道吧 她一个月只需要还五千块钱就行了 一个女生 我告诉你怎么去赚钱 漂亮的女生 她一个月赚五千太容易了 她去playhouse当个气氛组 一个月可以赚八千 知道吧 去的时候只要认识一些个把男娃 认识个五个男生 每天就有人车街车送请客吃饭了 就 是吧 这个就解决完了 就完毕了 知道吧 是吧 这个就只要好看 她只要去playhouse 对吧 你想那种花六万整鼻子的女生 她肯定不是什么好鸟 我也跟你说 知道吧 我越来越觉得只要去弄鼻子 除非她的鼻子太丑了 那种大蒜鼻 就她的鼻子过得去 她还要弄的 就弄鼻子的 这种女生 远离 远离二字 知道吧 远方说很久没有弄大忌方向盘的 妈的车都没有了 我弄什么呢 不是你们这些兄弟 你感觉很奇怪 这东西是想弄就可以弄的吗 你自己没有你怎么弄呢 对不对 就好像说的来着妈的这照片随时可以拍一样 大忌方向盘 你妈没有的嘛 知道吧 真的是 这个加我微信可以买 这个有学费什么意思 不是为啥只弄鼻子 就是她想要去弄鼻子 因为弄 因为弄鼻子呢 她会什么 她会割肋骨 她会很痛 她会给很多钱 我已经沦陷在她6万的鼻子了 那挺好的 知道吧 就人民币的味道确实很香 6万块 放哪呢 都是一笔大数目 所以说呢 你千万不要觉得这个是她人漂亮 你不要觉得沦陷在她鼻子里面 知道吧 你沦陷在人民币里面的任何一个女人 只要有6万块 但凡有6万块 都可以弄一个这样的鼻子 所以我看到假脸 我现在一点感觉都没有 知道吧 我把房子卖了 我可以塑造20个假脸出来 今天一个明天一个后天一个 一个月20个换不同样子 知道吧 这个又来批判我 那我希望你下次骂我的时候 把我的整个话给我结全了 不要他妈单单结一句 你这个就有点奇怪 这小兄弟说好多都搞假朋友圈人设 各种套路 那是别人啊 那还有人去抢银行 那还有人杀人的 叫劳伦之 对不对 是不是叫劳伦之 还是叫劳融之 对吧 今天还昨天还审判了呢 对不对 这个事业上什么样的人都有 你不要去学坏人啊 你看到别人在这里做虚假展示面 好像是骗到了一些人 你也想去做 那很多人去这个抢银行 还不是没有被抓到 但是抓到的后果都很惨啊 对不对 这叫做弄潮二的呢 我先给他 先给他加入黑名单 再给他踢了 这个傻逼一直在他妈的这里刷屏 这美女自己创业 整了好多钱 开了好车 很多兄弟呢 他这个叫小浪浪的 这个兄弟 我就想告诉你 你遇到一只鸡 他会告诉你 他是一只鸡吗 他会说他做医美 他会说他创业 他会说他做微商 你懂我的意思吧 就我最近呢 我就遇到过一个这样的人啊 就打台面的女生 他出来跟我开个卡临车 他全身都要去搞这个 很这种夸张啊 结果呢 我发现他的门口呢 脱线 知道吧 他有一件门口的衣服脱线 我发现他的CEO呢 是他妈假货 我发现他带了这个 宝格丽的钻戒 你妈跟我看到别人 真的不一样 我操张佩一来了 知道吧 就这些女生打台面 打得指高 然后呢 他给我聊天 聊的是什么呢 说有一个人住在这个华月府 就住在我家附近了 说他开了辆灰色的四城市 我当时直接就他妈的 直接跳起来 惨他耳光 我告诉他四川 没有灰色的四城市 我说四城市 不用说四川了 老子他妈在全中国 都没看到过 他妈灰色的四城市 因为四城市 没有这个颜色 知道吧 我当年去买四城市的时候 没有灰色这个选项 所以说呢 这个女的被我拆穿之后 整个人他妈的面色通红 我感到非常快乐 如果是普通的这种人 就已经被他套路了 但是面对我 知道吧 这个傻叉 他天天跟我说他在健身 你妈结果只胖 卧槽 程度有灰色的四城市吗 我觉得并没有 他给我看他的旅游公司 台面很棒 他给你看你去过没有吗 知道吧 这个兄弟说有没有人 没有人有义务通过你的外表 去发现你的内心 错了 布兰先生 是没有人 有义务 不通过你的外表 直接去发现你的内心 内心的美 是这样子的 感觉网红都是月入百万 那时候网红 看起来像月入百万 我告诉你 我就这样跟你说 任何一个有个三四百粉丝的 三四百万粉丝的网红 据我所知 没有一个是月入百万的 就你在 你在快手上有个三四百万粉丝 甚至五六百万粉丝 你想要月入百万也是非常难的 现在钱哪有这么好赚 好赚 对不对 中国六亿人月收入只有1000块钱 你来月入百万 你大可不必 这个兄弟说 给我看的是他的法人营业执照 我就想问一下小浪浪 如果他真的有钱 他何必给你看他的营业执照呢 这你就很傻逼啊 你真的是极其傻逼啊 我从来没看到过 这个有钱人在这里给我 看他的营业执照 知道吧 越是给你看 越是给你秀就越有问题 这个说我也别当面参与人家 我就喜欢当面参与别人 有种快乐 有种快乐 这内向笨的能够参加线下课是什么 我觉得是可以参加 这是你的选择 但是我不保证这个笨的人参加了过后呢 有很大的提升 我是这样子说的 就你内向可以参加 这个可以打开你 但是如果你笨 那你要好像考虑清楚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笨 你不用说是参加我的培训的 你做任何事情都可能会失败啊 因为我们可以教会你一些相处方式 但是你如果笨 我是不能提高你智商的 懂我的意思吧 这个小语学生要求 你不要为了赚钱 什么话也可以说啊 你还在打个可以 你妈的明天给你开除了就给你 别在乱搞 你妈还笨的人 他们来干嘛呢 对吧 一个新书都已经够了吗 你还让几个新书来 我以后直播间天天就给这些呢 在他们提升智商去了 我还做什么工作呢 对不对 这个笨鸟先飞起来 笨了就别飞了 笨鸟就 知道吧 这个不要来给我增加我的工作量啊 就是就是一个笨一个笨蛋 他来报名 我可能要花十倍精力 对于我来说大可不必 但是呢 如果你参加了 我就是顶着十倍精力 我要帮你 我是这样子 但是你如果确实太笨 我建议不要来 好不好 提高晴商是可以啊 我提高晴商提高不了智商啊 就你看一下 我并没有说 他内向不能改变 我说他笨不能改变 我说的是笨 这就你说胃毛最后要送你 不是看对眼在一起 对啊 总有朋友介绍女孩子 加了微信不知道说什么 很简单 下次就别让你朋友介绍 女的微信给你 直接约出来一起吃饭 不挺好的吗 说你这个人就不会变通了 你看这个119说 对智商太那傻 就算了一般就得OK了 那个119他就改口也挺快 你看这是属于什么呢 我们公司的销售情商也很高 对吧 他你看你一说两句 他马上他就哎就开始给自己安排上了 对吧 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公司的这些兄弟呢 情商不仅高 还也不笨 智商在线 所以说很靠谱 知道吧 我元旦在什么地方 我元旦我在成都啊 兄弟 我元旦在成都啊 女生都喜欢外向的男生吧 因为看是这样子的外向的男生呢 他更容易就他更主动嘛 他这个更认识的女生更多嘛 因为他外向内向的话 会出过很多机会嘛 所以你会觉得好像 好像外向的男生好像更受女生喜欢 其实并不是啊 并不是啊 这个有这样夸内部的人吗 我我不知道怎么说了哈 你加个微信吧 加一个我们内部人的微信 晓宇学长要求啊 去看一下朋友圈哈 这个晓宇学长XYXZ19 哈就是他本人哈 呃 女生也不是喜欢幽默风趣的 我就这样跟你说嘛 今天我们去到这个KTV啊 大家来听我说一下干货啊 今天我们我们去到KTV 我是一个幽默风趣的 旁边Robin导师是一个内向的 但是我俩挑战都差不多 我开法拉利他开南波基尼 对吧 但是呢 他因为他内向 他不说 女人不知道 我幽默风趣 我主动给女生说话 那么女生呢 就就可能 因为女生他不会主动给男生说话 对不对 那么 我主动给女生说话 我又好玩 又引人发笑 我还主动去加女生的微信 女生一点看我的朋友圈 看到我有反而栗 我今天去KTV 我加了五个女生的微信 最后呢 聊来聊去呢 有一个女生跟我在一起 对吧 所以说今天我去KTV 很多人就觉得 我去KTV就拔到一个妹子 但是因为内向性格的这个兄弟呢 他可能他很内向 对吧 他朋友圈啥也不发 那么今天有个女孩子呢 不喜欢我这种风趣幽默的 他觉得这个内向的比较靠谱 靠谱比较老实 就加了他的微信 就加了他微信过后呢 两个人聊呢 这个也一来二去 还聊的还行 但是呢 因为这个人太内向了 女生给他的暗示 他也不懂 他也不主动约女生 久而久之 女生就没跟他聊天了 于是呢 对于大部分的男人来说 这个兄弟呢 去到KTV呢 没有 没有认识到妹子 也没有谈到恋爱 也没有女生喜欢他 所有呢 看来的话什么呢 就是好像外向的人 更受女生欢迎 好像幽默的人呢 就更容易约到妹子 其实并没有 再把这种内向的兄弟呢 他认识五个女孩子 还是有一个喜欢他 我认识五个女孩子 还是只有一个喜欢我 我俩其实呢 在同样的这种情况下 概率是一样的 但是我今天出去一趟 我可以认识十个女生 那么这个内向性格的人呢 出去一趟呢 只认识一个女生 说他要认识五个女生呢 他要出去十趟 出去五趟 我认识五个女生呢 只需要出去半趟 说呢 我当我出去五趟的时候 我会认识十个女生 那么 对不对 我会认识多少个呢 五十个女生 当他出去五趟的时候呢 他会只会认识五个女生 同样 我们五个女生中间有一个喜欢 那么我出去五次 就有十个女生喜欢我 他出去五次 只有一个女生喜欢他 其实呢 外向内向都没关系 最主要是你认识多少女生 懂了吧 这个兄弟们 你们明白了这个意思吧 懂不懂 这想长高的吉米说 聊天总聊得很严肃怎么办 总扯人生理想 你就别扯了 你就多扯一下 因为是这样子的 为什么聊天很严肃呢 是你觉得 你觉得严肃聊天 女生才会喜欢 你觉得你有梦想 女人才会爱你 说呢 你每次和女孩子聊天 都是这个聊梦想 那么饺子呢 他认为你展现出自己啊 这个学富武车啊 什么都懂一点 又知道这个知识文化水平很高 女生喜欢 说你看一下 你跟饺子出去 你看他跟妹子聊天 都是什么的啊 这个朋友我认识 女生说我在哪个公司 她说你们公司有谁有谁 这个就是饺子哥把妹的套路 套近乎 显得自己人脉很广 显得自己什么都认识 显得自己社会地位很高 就是因为饺子哥认为 这样子可以聊到妹 知道吧 但是你看我他妈从来 不说这些东西 知道吧 我从来不会说 我认识你们公司的老板 我也不会说 上次我跟他一起玩过 对吧 我比如说很简单 我说就有个女生说 他这个OST的 我说好的 我就完事了 对吧 我被说那个OST的某某 你认识吗 我说好的 对吧 那我认为什么呢 我现在我认我原来 我原来认为女生 她比较物质 我认为全世界的女生都很物质 所以说我一去 我都会跟她聊一聊 我原来买的车 知道吧 就原来我买的车 我下个月又买新车了 上天上次又买新车 我法力开除又壮了 四身之又翻车了 知道吧 就聊这些东西 因为在我的印象中 所有女人都是物质的 当然我现在如今 我不这样想 知道吧 因为我不需要去素食爱情 但你 我告诉你 你要想素食爱情 你就三板斧直接扔脸上 很容易素食爱情 我现在呢 想要谈到那种 比较好的 比较靠谱的女子 我就不会去说 我有什么样的 我成就有什么样 我现在有什么样 我怎么样 我不会说了 知道吧 我穿一件三百五十的衣服 开一个几万块钱的卡丁车 对不对 来回出行 我叫出租车 对吧 出去吃饭 也不让浪费 对吧 自然靠谱女生 就会干嘛呢 就会来向我亲近 知道吧 自然久而久之呢 就没有这些素食爱情了 无私足之乱耳 无暗读之劳行 知道吧 这种天天来 跟我不正能量的女生 耽误我的时间 而浪费我的精力 对吧 损害我的身体 知道吧 百害而无一力 好吧 这个小黄哥哥说 听相声的 大个不必 大个不必 这个和女朋友少话聊 你就找一个 不爱说话的女生 知道吧 有一些女生 你跟她在一起 待一天 她闷不出一个字 她在那里 闷闷 像个闷葫芦一样 知道吧 你就很适合这样的女生 我就不适合这样的女生 知道吧 这兄弟说 我前女友说 和其他个男生聊天很舒服 但是和内向聊天 就很嘎聊 是这样子 那你前女友肯定 没有受过渣男的伤害 以前你以为我还是吐一样 情商高的聊天 情商高的男生聊天很舒服 但是呢 喜欢他的女人也多 知道吧 他也受欢迎 他选择多 他有态度 但是内向的人聊天很尬 但是他没人喜欢 他就很专一 他各有各的好 说呢 这些女生 他小女孩 他没有经历太多 他总是只看到事物的一面 就是他好像很幽默 很好去 很有很好玩 很有钱 很不错 那我就想反问一下 他又这么好玩 这么有趣 这么有钱 他干嘛就在你一个人身上花时间呢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你知道聪明的女生 就是那种渣女 他往往找那种老实男人下手 救灾于此 这就你说感觉浪哥要重量 我想问一下 我他妈什么时候坏过 这个我是不会退出这个行业的 这个行业就是我 这个我就是这个行业 首先我告诉你 中国的男性情感行业就我 其他的都是些抄袭我自然 我可以负责人的说 全中国就只有我和其他人 知道吧 要么就是我 要么其他人 没有其他选择 没有说还有什么 还有二三四 知道吧 没有 这位兄弟说 这个女生也要主动找你的 不一定喜欢你 我说女生主动 百分之九十都有问题 特别是对于我来说 如果你条件好一点 你在朋友圈去搞一些话里胡哨 女生主动找你 肯定有问题 记住我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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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兄弟说 想做一个高情商的男生 想被很多女生喜欢 很简单 报名一下课程 来一下线下 小宇学长119 加一下这个微信 别想 别把你的所有停留在想象 把你的态度 把你的实战 把你的行为动作拿出来 好吧 很多人就是想 明天 明日复明日 明日何其多 知道吧 这兄弟说 很难约出来的 是不是没戏 我觉得很难约出来的 有两种原因 三种原因 第一个他有男朋友 第二个他不喜欢你 第三个他太过于矜持 知道吧 无非就这三个原因 那么很难约出来的 只有一种情况 就是33%的情况 你可以约得出来 就是很矜持的 所以很难约出来的女生 他也不是说完全没戏 他有三分之一的概率 是有戏的 而且是靠谱的 所以就看你约面去做 我告诉你那种 很容易约出来的女生 你感觉有戏 其实并没有戏 为什么呢 他很容易约出来 被你约出来 他会跟其他出去 对吧 我这么多年 我就想明白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呢 你知道我是怎么悟出来的吗 我并不是靠自己悟出来的 而是我看了一个电视剧 叫棋魂 棋魂也没让我悟出来 而是围棋 我在看完这个棋魂 后面去研究围棋的时候 我悟出了一个道理 就是你如果想围别人 很可能是在进入别人的包围圈 就什么意思呢 今天你想要约这个妹子 有很可能是这个妹子 本来就是想要约你 你今天在酒店 不是在酒店 在夜场 在夜店 你带了一个女生回去 你认为你是赚的 你是很开心 有没有想过是这个女生 一开始想套入你呢 就是想睡你 对不对 就是想从你身上 捞到什么架子 再说一句话 一个女生今天跟你去到夜场 你见到她喝两杯酒 她跟你走 能不能说一个情况呢 就是她昨天也是这样做的 但是走的是另外一个人的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你千万不要觉得今天 你一天晚上就带一个女生走 就为这件事情沾沾自喜 因为你带的女生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样子 你心里没有点逼数嘛 对不对 那么原来呢 我觉得真的是有一个四字成语形容的非常好 叫做绝今世而着飞 我原来总觉得哇 今天去到这个夜店 我就带一个女生走 是一件很让人很得意的 很很不错的事情 但是现在来想起来并没有 知道吧 我只是他们的猎物之一 对吧 说到现在那种太主动的 太容易的 或者说轻而易举的女生 我基本上没有兴趣 如果一个这个女生 她今天晚上跟我走了 我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我跟她再也没有明天后天大后天了 因为她跟我走的那一瞬间 暴露出一个字 随便 知道吧 所以说呢 我现在呢也是学聪明的 像这种叫做大众情人 叫公共女友 就是只要你去玩 她在这里 你总可以和她成为一晚上的男女朋友 叫做公共女友 共享女友 这种共享女友 我是毫无兴趣的 知道吧 就像我去用共享充电宝一样 我去用完过后 我总会给她插回去 我不会给她放在家中 知道吧 所以说呢 我现在不爱去八五七了 因为共享女友太多了 你妈的 没有意思 对于我这种优秀之人 毕竟我是这个四川省卡丁车 年度总决赛的冠军选手 知道吧 对自己还是有一些标准的 知道吧 这个兄弟说 我大学下了四年起 也没误出来什么 后来我打到四段就放弃了 你职业四段 知道吧 还是怎么样 小李叹花 怎么进我的跑车群里 加一个小宇学长119 小宇学长119 就OK了 加这个微信让她拉你进去就行了 这位兄弟说 这个我穿个赖克 Lofo 我觉得穿赖克是OK的 只是我穿赖克一般是健身 我不会去约女生的时候穿个赖克 为什么呢 因为很简单 因为赖克就是处于一种运动 我又不是运动少年 我赛车手艺没 知道吧 英王格斗泰权说 正想四川泰拳冠军在这里 这个泰拳冠军 问一下这个恩波格斗怎么样 你知不知道 最近好像他们在恩波格斗又出了什么事情 又被报道 我穿鞋 我不会穿AJ 就是我再穷再苦 我穿鞋还是有自己来要求再 我不会穿什么AJ这种 对吧 就算我再穷 我也不想显得自己很朴实无华 说至少也是一个卖坤 一个这种小白鞋 对吧 就我买鞋 我不会买3000块钱以下的鞋 显得自己特别low 知道吧 就算没钱了 就算穷 穷也不能穷鞋 就是我的最后的倔强 我虽然说我很穷 我一个月就1万块钱 但是我节约每天少吃一点 对不对 多去跑跑步 把时间花在这种正能量上面 不要去喝酒 不要去撩妹 自然而然一个月节约3000块钱 对我来说还是挺容易的 所以我买一双鞋 而且我一年可能就买一个三双四双鞋 今年整个一年我就买了一双鞋 这位兄弟说 专门找梁三孤儿打比赛 真的吗 不怎么样吗 这个你是在讽刺别人是吧 为什么不买买了12 Pro Max不用呢 我的iPhone12在写在搞猪八戒那个号 猪八戒现在今天声音都变了 你听一下听得出来 怎么回事吗 已经开始放飞自我了 我来听我你听得出来吗 猪八戒现在已经有点 有点膨胀了 猪八戒 女生的安全感就是给你有一个可期待 可触摸的未来 但是呢 未来是这么轻松给到的吗 没有未来的话 就一定要让她知道 你对她的选择 坚定 什么是坚定呢 不要欺骗 前后一致 说到做到 从一而终 如果兄弟 你连这个都做不到 那么女生安全感的底线是什么 给她足够丰富的屋子收 好 今天整个这里 我已经改了 怎么样这个声音听得出来吗 我觉得还像好像戴了一个头套 跟我的这个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这个猪八戒 你去这个某音搜索一下八戒恋爱 好不好 八戒恋爱 这个赶紧关注一番 好不好 你妈的 你们还不关注猪八戒 你们怎么想的呢 一个说实话的平台 知道吧 这兄弟说 为什么我的手机不带保护壳 卧槽 这个坏了就换就完了吗 你干嘛呢 带保护壳 据我所知哈 就算这个手机不坏 我也会一年换一个 那么大可不必带这个保护壳啊 赶紧的去关注一下 关注一下 我的逻辑 只要是大众过于流行都是图 是这样子的 小黄哥哥说已经被八戒笑死啊 为什么呢 你不觉得八戒他妈的真的是应该值得关注的一个人吗 对吧 比那些键盘你们要强一万倍 虽然说讲的很八 很很这个 讲的很这个这个键盘 但实际上呢 透露出真的是靠谱 某英号某英某英啊 丢钉吧 可以的 丢钉吧 就叫做战术扔爬啊 你们去看 别看什么AJ了 你们几万块的 现在的别人都觉得是假的 是这样子的 你们进入了一个误区啊 就你们总认为女人懂邪 你懂我意思吧 就你很钻烟啊 就是你钻烟进去了过后 你认为他妈全世界的人都懂邪 关键是他妈女人不懂啊 他看你个AJ几万块 他觉得还是一双赖克 懂我意思吧 就你一定要把女人肤浅 无知这个特质给他考虑进去 好吧 你如果要撩妹 你一定要把女生 是很肤浅和无知 这个因素给他考虑进去 不是每一个女的 他妈的像你一样聪明 像你一样懂这个 懂邪 懂我意思吧 八戒叫啥 叫八戒恋爱 八戒恋爱 八戒恋爱 知道吧 我一直想去买一双华伦天炉的鞋 要七千块 他妈的没有钱 知道吧 这个已经有很久了 如果不知道怎么看 如果不知道怎么看的话 加一下小语学长119 119 小语学长119 好吧 为了生活 没有 这有兄弟说 这个 我现在腰位多少 我也不知道 怎么你要送我 送我裤子吧 那有那有几件 兄弟送的衣服 我还没穿呢 这个左洋 把那个兄弟送的衣服 来给我看一下呢 知道吧 这有几件 这个兄弟送的衣服啊 这个 你看一下 我们老是会有一些兄弟 寄一些邮件哈 给我送一些衣服啊 我来看一下 他送了什么衣服给我哈 这个呢 你看一下 他一来给我安排个这个 知道吧 就这种闪亮的衣服 大可不必呀 就给我安排这种衣服 我觉得这种衣服 我觉得这种衣服 我是一辈子不会穿的哈 这个是 这样子 今天呢 这个大家 这个 小雨学长119哈 我们抽两位幸运 幸运观众哈 把谁的衣服送出去 这个衣服啊 大可不必啊 大可不必 我是肯定不会穿这种衣服的啊 就这兄弟呢 记住一点哈 兄弟们千万不要送衣服给我啊 因为以你们的什么 你们送的衣服 我可能90% 我不会穿哈 你们送什么比较靠谱的 你就直接报名课程 是最要最靠谱的啊 你不用在那里 啊 送什么东西 我就大可不必 不必啊 这位兄弟说 建议PK做个娱乐直播 也不 我我并不做任何娱乐直播 我也不PK啊 今天涨了一 一万二粉丝吗 你说哪个 我快手吗 我看一下呢 我现在快手五万九粉丝了吗 我快手五万九粉丝了吗 没有啊 四万八 哪有 我哪有啊 我并没有涨一万二粉丝啊 啊 送个娱乐直播 有需要吗 我觉得大可不必送购物卡 你报名课程 你别想着送我钱啊 我又不是他妈的乞丐 你们老是觉得送我钱 送我衣服 送我这些东西是 我觉得这个我不需要啊 兄弟 我觉得你要是真的是支持的话 很简单 来直播的时候听一听 对吧 有钱的 有钱的就报个课 没有钱的就给个赞 发个666即可 我对大家的要求没这么高 好吧 断舍离那活了 我觉得断舍离那个是因为女孩子好看 好吧 就你知道吗 就那天我们在研究啊 我们说那个断舍离前两天那个视频为什么有8.8万站啊 算是我出道这么久来这个点赞超过5万以上的为数不多的一次啊 后面呢 他们给我分析的是女孩子好看 知道吧 有钱的报客没钱 你很干货 是这样子的 门徒课程已经报了吗 靠谱 卧槽 就CZW这兄弟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来啊 门徒课程报了 卧槽靠谱啊 这个就 哇 这个是卡丽车是 对 就是颁奖那个啊 就是颁奖那个 那天颁完奖就给他叫来拍节目了 你看一下 真正的实战派啊 这就是 这就是 拜拜 卧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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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这个兄弟说 颁奖的妹子有故事吗 并没有任何故事啊 颁奖的妹子很有态度啊 我昨天跟他拍节目做事要去报一下他 他把我手推开 不让我报 知道吧 我觉得很有态度 你干嘛吃这个饼干呢 在我这还有很多 倒好不好吃嘛 怎么是倒版的呢 比比赛是吧 我找倒版选中来了 还有机会能向前一千年的状态吗 你来了肯定看到了 是这样子的 浪某人的经典语度感觉都是真情话 是这个意思啊 但是不火不火啊不火 易地约见面怎么见面不尴尬 这个问题问的挺好的 是在你的城市间还是在他的城市间 知道吧 如果想要见面不尴尬 你可以做一些预期啊 比如说如果今天可爱的话我就抱抱你 说你见面的话见到他就抱他 就不尴尬了嘛 对吧抱着抱还有尴尬什么 真的好今天加这个 今天加我们这个微星哈 小宇学长119这位兄弟哈 我抽两个人把这个衣服啊给他送出去啊 这家是谁 冷屏是你吗 129 129是谁 把129叫进来 129是谁 呃这个拿给他啊 今天抽两个人随便抽两个人送了哈 这个衣服啊 在这哈 小宇小119 啊 我也发点福利知道吧 免得大家都说我在这里天然白嫖兄弟哈 哎可以的 呃现在公寓还在民运好雅 是啊 是是是是在 哎呀我们公司要搬了哈 要搬一个更大的办公室哈 兄弟 哎真的 哎也是仗想兄弟们的支持哈 我们又开始慢慢这个有所起色了哈 毕竟正能量大家都明白到底怎么回事哈 所以呢赶紧加一个小宇学长119加入我们哈 一起共同进步哈 我们要去搬个这个大的大的办公室哈 现在啊 搬到楼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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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过于实战进步很快但是没办法提炼 你能让别人懂太理论于键盘是这个意思啊 是这个意思 啊 直播带货了并没有带货哈 我并没有带货啊 啊也没有赚钱啊也没有赚钱 只是最近比较节约哈 就没有去买什么豪车也没有什么搞那些花里胡哨知识 哈 我现在工作多少人啊公司人数没变 只是 把这个办公室的环境改善一下方便招人啊 方便 这个 嗯方便扩大自己的规模 当然也离不开兄弟们的支持 嗯 我觉得兄弟们真的要支持一番啊 嗯 嗯 有疫情之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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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么